今個週末偷懶不煮飯 帶小朋友出省城玩日 民意食為天 中午我們去大姨媽介紹的木棉餐廳 這個餐廳在高德置地的東廣牆四樓 據說已經入了必食房三年 有人說是粵菜天花板 裝修不算豪華 看起來也算骨子 這裡的花茶很好喝 第一個冷盤是醉豬手 四身沒有酒味又不會像白雲豬手那麼酸 四身很爽滑 不過有少少硬 擺碟還用雪梨 28元一人沒有一塊 接著上是和趕草燒乳鴿 和趕草看起來是裝飾的 吃不到有什麼和趕草味 這個乳鴿做得相當不錯 四身皮脆肉滑又多汁 我們點了一個不夠食又點多一個 喜歡吃乳鴿一定要試一下 不單單表皮鬆化 連骨頭都越咬越香 遮遮黃線煲都很標準 非常乾身一點水分都沒有 配料更多黃線 黃線四身沒有泥氣味 不過鮮味都沒有 肉質爽口都很像素料 我反而喜歡吃有少少少醬汁 接著上招牌菜是口切岩燒牛舌 擺盤很帥 看起來紅紅的不是不熟 因為低溫慢慢把焗軟 所以顏色很紅潤 再將煎香上碟 入口即化 嫩滑又多汁 吃一塊就很滿足 果然是值得一試的招牌菜 接著上是九肚娛樂 將九肚魚和麵糊混在一起 上面鋪滿了木魚花 九肚魚四身全部散光 基本上吃不到魚的鮮味 個人認為這個創新菜沒有傳統做法那麼好吃 接著上的初暖咕嚕肉就一定要試 還配了一個好像蘋果那樣的法式甜品 其實是雪糕 配剛剛炸好的咕嚕肉就冰火兩重添 酸酸甜甜一事難忘 用了豬頸肉不肥膩又好嫩滑 主食就點了乾燒衣麵 四身非常有鍋氣又爽滑 小朋友就好喜歡 這裡的菜都算比較清淡 幾個小朋友都吃得好開心 鹽水菜心就沒什麼特色 最後上個甜品是泡泡提拉米酥 還有很有特色的梅菜叉燒包 小朋友當然就喜歡吃甜品 我就推薦這個梅菜叉燒包 剛剛拋出來就特別鬆化 梅菜配叉燒做餡吃起來就沒那麼好 外面那層酥皮就香到不得了 真的吃完都想打包 這間餐廳還有很多招牌菜 一次吃到那麼多 留下一次再帶家人過來試試 順便還學習新菜式分享給大家 吃得就不要浪費 吃不完記得要打包 雖然不是特別飽 不過味道也不錯 想吃新式粵菜可以來試試 吃完飯再帶小朋友去樓下超市逛下 果然是什麼都有得買 連小女喜歡吃的西瓜都有 姨媽先帶小朋友去遊樂場 所以可以跟Miu媽去天鵝南逛逛街 說起很多年未來的陸運小區 所有東西都變了 很多新開店都沒見過 都是適合年輕人逛街吃東西 感覺比較悠閒 有時間都可以過來看看有什麼好東西 周末連臭豆腐都排隊 和Miu媽排在10分鐘就頂不住 因為油煙味非常重 然後到了天鵝城旁邊的天環廣場 喝下午茶 這間店有很多西式簡餐 還有很好的蛋糕和飲品 價格也不算太貴 這個松露薯條射身有少許煤氣味 不過就很特別 白朱古力焦糖蛋糕很好吃 吃得出用料非常好 奶油和朱古力都很絲滑 沒有酒精的莫茲托很精神 拿鐵都非常好 160元對著出品和環境 和朋友來喝下午茶就適合了 未吃飽的Miu媽又提出壽司廊 位置就在正街廣場 迴轉壽司是這裏最大的特色 出品比較新鮮 價格都很親吻 我就喜歡吃這裏的三文魚拖羅和大蝦 不用等直接可以拿 不喜歡吃飯直接點刺身就更划算 Miu媽就喜歡吃這裏的烏冬天婦萊 和果乾壽司 同樣是百多元就吃得很滿足 美食博主逛街通常都很少買東西 見到什麼就想吃什麼 終於吃飽就去荔灣的月會城 接小朋友 今天小朋友來玩的地方叫奈兒堡 買條通票小朋友就可以玩一天 裏面的設施和遊樂項目就很多 比較適合小的小朋友 難得初一的大女兒更喜歡玩 小女兒就最喜歡玩滑滑梯 因為這裏有各種各樣的滑滑梯 可以放心滑去一天 小朋友就開心地飛起 衛生條件和防護措施都做得還可以 門票有少少貴 見到小朋友玩得這麼開心也是值得的 缺點就存在室內 空氣就不是特別流通 裏面有很多體驗項目 雖然都是模型 但比這麼小的小朋友玩 就算比較安心 等他大一點再帶他去真的牧場 特別跳皮好動的小朋友都可以來這裏 可以盡情地玩足一天 希望以後有多時間可以陪小朋友 多帶他出去體驗不同的東西 那他的童年就會充滿快樂的回憶 喜歡煮飯仔 這裏還有一個模擬廚房 可以和小朋友一起做好東西吃 動物園的動物就被小朋友玩殘了 可以體驗動物被困住的感覺 喜歡做小公主這裏就適合了 大把好衣服任你選 還可以學化妝 最難得這裏的餐廳都做得不錯 價格都不算好離譜 可以在這裏玩一下就還吃完飯 牛肉漢堡和披薩都蠻好吃 出品比很多遊樂場好 這點真的值得表揚 因為上次帶小朋友去長陸就沒口好吃 這裏有東西玩又有東西吃 所以小朋友都不捨得走 一直玩到他關門 現在來市空心就很方便 可以開車又可以坐地鐵 所以覺得市空心房價高 來郊區住都不錯 空氣好生活成本又低 壓力就小很多